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泰拳冠军始终拼搏在路上 非常努力的一位运动员 我们欢迎来自泰国的波球弟子 拼搏菜 中文字幕开除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5kg的代表冠军2020年 中方战队当中 唐山文旅 奥语光辉博军俱乐部 又一位明星选手要登场了 2018年全国泰拳锦票赛的冠军 2020年的武林锋 超级新人王 此刻场下坐着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在众人的期待当中 年轻人 请你登场吧 他是金甲战神 杨明 大家好 我是唐山文旅 金甲战神 杨明 此次对战泰拳高手 这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课场作战的时候 我能大胜而归 这次主场作战也一定能够拿到 2023年的开年红 我已经准备好了 请关注我的比赛 黄沙百战 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有请金甲战神 杨明 每次跌倒都是胜利的桃树 每条歧途都是成长的学步 每条伤痕都是迷彩的纹路 每次都会变成长的学步 每次都会变成长的学步 每条伤痕都是迷彩的纹路 每条纹路都是迷彩的纹路 每条伤痕都是迷彩的纹路 中泰队抗赛第五场比赛 插上裁判刘坤 比赛现在开始 好 这是中泰队抗赛的 最后一场比赛了 前面我们的比分是3比1 中方战队领先 那这场比赛 宇宙老师你先预测一下 不好预测 真的不好预测 为什么呢 就是这场比赛 如果说是两个泰拳手之间的对决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因为杨明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去泰国训练了 而且拿到过全国泰拳几格赛 60公斤级的冠军 他也是中国第一个 和万国冠军赛的罗唐 还有K1的冠军 五军交手的中国训练 所以杨明在泰拳手的对抗当中 和比赛当中是丝毫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而且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我们也能够感觉到 这场比赛 真的保重 哎 漂亮啊 也正如杨明自己所说 那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就是品配猜这三个 品配猜也很厉害啊 扫腿啊 他是这个波球的弟子当中 非常出色的一位 对 你说杨明是金腰带运动员 对吧 没错 但是品配猜 09年WBC泰拳的冠军 19年IPCC65公斤级的泰拳冠军 而且在22年的时候 还是泰拳国家队的成员啊 所以这场比赛 真的不好说啊 两个人一上来 大家也能够感觉到 就是进攻端都很犀利 没错了 业界啊 包括拳迷对品配猜的这个评价 是技术比较的全面 扫腿飞速 重拳力量也比较强 对 你看杨明今天前手拿的 报价角度都已经发生变化了 所以我说你说这两个泰拳手 再打一场自由国际规则的对抗 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错 对 有点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办了一下口出去中心了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杨明还是一个反驾的运动员 继续给一拳 跳了 你看杨明今天 第一回合你没有发现 也刻意放缓一下自己的节奏 是 对 以往杨明打我们武林峰的比赛 比如说他在面对 很多我们中方运动员的时候 我们老会说他 就在对峙环节的时候 总会等这么一下 对吧 那其实到了太强步骤的比赛之后 他就会非常的适应 就是两个人都是在等 看谁先出 就是抓那个时间差 如果说刚刚魏维杨和 巴阿迪的那场比赛 我说是让我感觉呼吸的看好 那这场比赛真的是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对 就是没准哪一拳 而且很有可能是哪一腿 就可能结束比赛了 是 对 相簿给鼎息 对 其实进入到内围之后 我们发现其实 刚身的时候 就是杨明 这个国际的状态还是有 就是连续的前面上头 这样的动作还是会 觉得会更明显一些 但是整个第一回合 我们能够感觉到 就是两位运动员 首先是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就是两个人在打这场比赛的时候 就是进入到这个泰拳节奏的时候 都非常的顺畅和非常的自然 就是我们刚刚说 就杨明在打国内运动员 等着一下的这个节奏 在这场比赛当中 就发现丝毫不是问题 没有 好 大家两个人继续回到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 切了一下对谁的支撑腿 放进来 开始 加轻 好 高扫 去 进来 再应该 平胎的腿真是快 用着后腿而且起动作非常的隐蔽 就是在做高扫的时候 之前的比赛我也曾经说过 就在泰国艺术员 尤其是中进距离的起高扫 起腿的这件事上 我们中方的艺术员 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也吃了不少的亏 接腿马上给一拳 顶进去 还是要把两个人分开 我们现场观众朋友的加油声 杨明的加油声也是不绝于耳 是的 对 上不给顶熙 果知这招两个人都在用啊 所以感觉很像 走腿 杨明现在就是接腿之后啊 这个后手前打得有点急了 所以前手放出去之后啊 等那么零点一秒 再去接自己的后手 虽然这个空间差 这没有拿好 但是这个空间差 这没有拿好 杨明现在还是要 真正为跟对手来拼拳 你们两个人 呃年龄上是只差了一岁啊 身高臂长上也是 一百七十公分身高 一百七十二公分的杨明 也是身高臂长 给我一公分的优势 所以基本上两个人的身体数据也很像 很接近 对 付给腿 这两个人几乎连进攻逻辑都很像 对 对 这个距离接腿之后 对 自己的后手啊 总是感觉对对手 好 分开 就挡到或者打到肩膀上 对 这个空间差 杨明可以再再等一下 好 好 漂亮 有成功腿的连击 男朋友还是可以去多打一打 好 感觉今天 魏魏战队的这五个一幕啊 在赛前 那么中泰队抗赛啊 就是严重的可能会更多一些 就有点感觉就是男泰拳的模式 敢打泰拳手的意思 嗯 包括前面的几位运动员 也会有这样的逻辑点赞 好 不要乱 给了一次 好 几个 全部 好像在等对手的腿啊 总觉得这个比赛 很难打 就是谁对谁都很难的呀 你又找不到这个突破口 他大体力跑了 是 他大体力跑了 我们现在看局间 对 捏住他 现在大概能猜我看一下口型 或者在对手 等点腿的时候 他跟杨明说 等不住点腿的时候 不要等过第三下 对手点完之后 你自己要马上压上去 给你的进攻输出 不然的话这回合 你看整个第二回合 我们看杨明接对手 没有 对手 打几架 对手 不是 但这还不是 我 我 对手 因为 你 现在 你 有 我 你 有 我 宝贝 给腿 挺没塞第三回合 还是铁了心的要起腿 是 因为他现在感觉到就是 我如果起腿的话 还是能有这样的机会 对 一旦说杨明在防守端 有运动实施的话 这腿极定是有效 而且他的腿一般在第二腿的时候 还能够回出来一个 能够踢出来一个位移 那杨明现在接腿之后呢 对他并没有形成太大的一个伤害值 所以对他来讲还是可以更多的去起腿 在这个距离用着起腿 对 杨明现在 如果你要选择去接对手的腿 那么这个空间差 你要把它给利用好 如果你不选择去接腿的话 那么就不要去等对手出腿 刚刚为瑞同说的 就是你点完两下之后 对手 就得小前腿 蹬蹬两下一点 不要等到第三下 马上自己的拳要跟上 打进去 再一半 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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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已经两次口头警告了 最后一次口头警告 再有警告就要扣分了 对 再有警告就要扣分了 又是起腿 漂亮 没错 不要去等对手起腿 因为很明晰的是 你接完腿之后 你现在并不能够给对手 一个特别有效的机会 不占优势 对 比如说接完腿之后 你现在我前手很重 能够打到 或者我前手打完之后 就是对手 提手打完了之后 后手有空间 我能够去打到他的头部 这样的动作你不能够完成 那么就不要去等对手 要先去讨历你的拳 太漂亮 虽然没有打到 但是这样的动作 一定要去出啊 杨明 漂亮 这是袁硕的持腿 不得不说 品配赛的这个腿啊 也确实是快啊 就是连续起腿的能力 在这放着 你看就是这样的一拳 就是这后手 并不能够打到对手 就是空间差没有利用好 要是一台 对 不然的话你就不要等对手起腿 好 杨明很无奈 好可无奈 快 在过往三年的比赛当中 已经很久没有被对手这样的摸抱过 和精神缠抱过 好的 快 最后的十秒钟 杨明应该可以再给一轮进攻输出 好 扫一拳 好的 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 我觉得 无论结果如何 但是 双方还是给我们现上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对手战 而林沛猜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的腿法的进攻啊 不管是他的连续的举扫的勇力 还是他能够扫尽出来 比如说的有效击打的结果 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像 深刻的影像 是的 我真正的跟泰拳手去打过这样的比赛了 虽然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不适用 这是中泰对钢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已经落下了帷幕 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此时此刻在等待着最终的这样一个结果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二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一号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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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杨敏 感谢品配赛 有请中央电视台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 华与元孙正平老师 一号裁判 一号裁判 第二 我这个对手他是非常强的 包括粉丝 包括我通过我的了解 就是 他是个非常强的对手 所以说 很多粉丝也不看好我 然后其实我就想用一场比赛证明自己 对手强是他强 但是我更强 很久没有打外战了 然后也是憋着一股劲 三年了 终于能打老外了 然后也是非常激动 把比赛扔下来 我也敢为自己感到骄傲 也非常感谢我的团队 感谢文女集团 谢谢大家